农历七月各地举办中原普渡 民众准备丰盛的共品祭拜 不只能展现诚心 还能转做公益 台东南清宫五号发起 普渡共品献爱新的活动 真正创世基金会 透过善待经 支持植物人安养服务 现场更请来了土地公 还有真子代言 象征神界鬼界一同来行善 农历七月之时 神界代表土地公和鬼界代表 真子竟然同框出现 看着他们手捧丰盛的普渡共品 除了祈求国泰名安外 也将这份物资 转赠创世基金会台东分院 支持植物人安养服务 以六月份的收入来看 其实我们整整少了三成左右 那所以刚好在 农历七八月的时候 我们也赶快做一点 就这个跟公庙连接的这个部分 创世台东分院 受到疫情的冲击捐款奏减 安养经费筹挫困难 五十位安养的植物人 光是每个月的餐食费 就高达十五万元 台东南清宫得知消息后 发起普渡共品献爱新活动 并号召共庙一同响应 以善待经的方式捐助植物人 五号在神轨见证下 举行捐赠仪式 有一些人他们当然是普渡愿意 可是他们共品 希望是透过我们庙方来捐赠 给一些做事团体 奶粉啊 然后或是一些蔬果啊 菜等等 它其实实际上是 直接帮助我们的植物人 那我们会做留职的交代 农历七月是道教中院节 民众准备三成四过 祭拜祖先与阴间的鬼魂 除了展现诚心外 还能转做公益 把敬畏的心化作对弱势的爱 让普渡更具实质意义 这一下大会台东市报道